美国和伊朗最高层外交官 最近每个星期都要会面 争取在三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协议 不过在这种外交公司的场景背后 一场网络战芳心慰哀 这是一个叫截获的网站的说法 这家网站分析了斯诺登披露的美国政府秘密文件 并且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的细节 这份文件写于两年前 主张美国对伊朗已经改善的网络战能力 做出更有力的回应 报告说伊朗从阵网病毒那里学到了东西 这个病毒据称2012年被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 植入了伊朗的核项目 那起事件可能是伊朗领导人意识到了 网络战能力的价值 相比之下核武器更为昂贵 争议也更大 而且是死亡游戏 这是伦敦城市大学网络战专家 戴维·斯塔普斯的观点 伊朗如今认识到他们手头有了更强大的武器 如果他们把资源投入到这方面 可以继续展开攻击 继续获得战果 而成本又很低 斯塔普斯教授的团队根据一起真实事件 制作了这部视频 展示网络袭击的一个基本形式 这是一个网站 有地方开始出现亮点 这意味着网站负荷正在变大 所以所有这些要求不断传送进来 但没有一个答复可以传送出去 实际上这个网站彻底荡掉了 这种超负荷的攻击 或称阻断服务攻击 让人恼火 但是真正的大患是黑客盗取或者破坏了数据 去年索尼影业就受到了这样的袭击 据称袭击者是朝鲜 这类袭击还可能导致发电厂过热 或者切断公路交通信号 或者空中交通管制系统 从而威胁人的生命 一年前 当时新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海军上架 麦克·罗杰斯对美国国会说 网络战不会消失了 显然 将来几乎在我们看到的每一次危机中 都会有网络因素 过去一直如此 我相信 今天我们在乌克兰见识了这一点 在叙利亚和格鲁吉亚 我们都见识过 这会越来越是个常态 伦敦战略对话研究所的雷切尔·布里格斯指出 有人担心 恐怖组织也可能把手伸进网络空间 我们知道极端分子正试图像他们利用电线和电池 一样利用技术 就我们所知 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没有成功 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网络攻击成本不高 形势隐秘 可以否认 虽然袭击频发 但是公众却基本不知情 这使网络攻击 对政府和恐怖分子的吸引力 都超过了常规或者核武器 美国之音 裴新 伦敦报道